選戰倒數兩天對於新北市第一選區來說 選情可以說是越來越激烈 針對巴黎回饋金一事 正在立鄉日前也立即澄清 並且表示這些都是對手的抹黑 而今天製作文宣的呂孫福競選團隊 呂孫福的父親呂子昌 更出面回應駁斥抹黑 選戰倒數兩天對於新北市的第一選區而言 選情可以說是越來越激烈 針對巴黎回饋金一事 是議員候選人正在立鄉 針對對手陣營在廣告文宣上面說 他將回饋金給特定團體 正在立鄉日前也立即澄清 並且說這些都是對手在為了選舉要抹黑 而今天製作文宣的議員候選人呂孫福競選團隊 呂孫福的父親呂子昌 更出面回應駁斥抹黑 不是抹黑這是第一點聲明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在當時回饋金的使用裡面 確實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那這些數目不只是十萬 甚至百萬數百萬以上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巴黎回饋金裡面 這十幾年來一二十年來是幾十億的錢 用在哪裡 大家都不知道 呂子昌表示他們文宣上的資料 都是來自新北市政府 絕對不是抹黑 針對回饋金當時要被拿去 給特定團體使用 呂子昌更說回饋金在他當議員時 提出80%要回饋給居民 卻被當時的議員修改而越來越少 在101年的時候 我在議會就是主張 這個回饋金 應該要花放現金給巴黎的居民 那現在這四年後 有很多巴黎的居民 一直覺得說回饋金為什麼越領越少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去軍我查證之後 原來是105年 也就是現任的議員 在現任議會 把這個自治條例的一個補償金的 生活補助會的80%條例給他修了 所以這一次我們一號呂孫福 他對於巴黎回饋金 是很重視巴黎居民的權益 那這一部分的話 他的證件是說 所有的回饋金 應該是怎麼用 要公開透明 呂子昌更說回饋金應該是要給在地居民 實質地發給居民 而不是給特定人士拿去使用 而他也說未來呂孫福 若是當選議員 將會把回饋金發給居民 而這也是他的證件之一 更希望選民能夠給他支持 記者許多安逸 這是三方報導 記者許多安逸 記者許多安逸